台湾本土疫情逐渐趋緩,也讓許若學校開始恢復正常作席安排,學生最期待的畢業旅行了。 那麼像網友在Facebook的社團分享,從新北到花蓮三天兩夜行程要價6250塊,提起學生家人討論是貴還是便宜,還是華盛,或是哪裡可以去。 講到畢業旅行學生好興奮,因為這是學生們畢業前最期待的重頭戲,尤其現在疫情降溫,許多學校紛紛安排畢業旅行。 有網友在臉書社團分享,說孩子三天兩夜的壁旅花蓮景點跑透透,總共6250元,除了價格就連壁旅要去拿也因期討論。 家長講得開心,小朋友也期待,但有些夢想很難實現,像是熱門網紅景點九份吉墨公路,還有西子灣的秘境,或是到宜蘭看美麗夜景。 拍美照留經驗多美好的壁旅行程,但旅行社卻說抱歉辦不到。 秘境網紅打卡這種行程,比較沒辦法接待一次出去三五百個學生,第一個遊覽車停車,第二個景點的未納量,有沒有這麼大的空間,有沒有那麼多人去。 所以在操作這種大型學生秘密,它的行程還是以大的景點而止。 終於等到疫情趨緩,大小朋友期待畢業旅行,但學校和旅行社的考量多,畢竟讓孩子們快樂出門,平安回家,才能真正留下美好回憶。 接著和人凱參永恩台北採訪報導。 让天的印еня而且那就還以後的加熱一elines。 冷泡鬼 meidän貼 permitirleri並下去,你看它當然要不見 pizza嗎? 慢回回憶了喔صل!!